中共櫃台軍演的第二天 在前線的金門 依舊是陰雨綿綿 不過這並不影響 官兵的正常操演 像是在廖羅灣這邊 就有隸屬兩棲徵搜營的 海龍蛙兵即將登艇 實施出海演練 穿上裝備登艇出海 面對中共為期兩天的軍演 經防部各單位繃緊神經 24號一早廖羅灣碼頭全備戰 海龍蛙兵也進行例行操演 除了海龍蛙兵 照常實施海上的操演之外 海巡弟兄為了防範大陸的船隻 會進入到金門的禁線制水域 其實一早他們就派遣 兩艘百頓級的巡防艇 以及兩艘35頓級的巡防艇 到禁線制水域附近進行待命 原本預計早上8點才要出海 卻突然提早一個多小時出海待命 就是要確保大陸海警船 不會越界 好 這裡是中華民國海巡署 PP桑武拐腰艇廣播 你將進入我國限制水域 請立即調整航向 否則我船將依法採取必要行動 早上8點03分 海巡署在東影和烏丘 徵獲兩艘大陸海警 進入我限制水域遭到驅離 雖然這次軍演對於外島 沒有造成實質威脅 但在烏丘島的運捕作業 因為中共軍演而延後 不過在漁港方面適逢大潮 還是有不少漁船出海作業 漁船它不會怎樣 它也是從我們旁邊過去看看而已 不會怎樣 我們漁民都沒有特別的回應說 我們在海上有特別的緊張的狀況 發布通知要漁民注意安全 陸上CM兩腰裝甲車 也在出動實施戰術機動 被列入中共的軍演範圍 金門海陸空全力備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